好 大家熟悉的角色 但是有不同的演員的推薦 為什麼導演來拍攝 好 再請看右手邊 好 來轉邊視掉他們的視線 可以跟這麼好的團隊 然後跟幫演員一起合作 然後重新選 是一個大家都不喜歡的自己 所以就 他真的壓力超大 不過就是其實大家都很照顧我啊 然後因為校縣導演他在大陸準備出作品 但他還特地做一雙錦囊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簽 他就跟我說你只要有問題 或者是不知道要怎麼 那時候你就打開一張 那裡面都有很多他對我的鼓勵跟角色 就超短的 什麼意思那個簽 那你可不可以舉例他有什麼樣的簽 因為有簽 他上面有寫字對不對 有有有 是什麼 你是鼓勵的話 還是說真正工作的一些提醒 都有耶 像有一些 他是說 你今天拍了的東西 就是已經拍完了 那明天就是 今天一天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有一張是我特別非常喜歡的 他是說 你不用想要做一個一百分的導演 是這個團隊 所有人要做一個製作品上 我都看到很漂亮 這有一些是鼓勵的 有一些其實是有一點大經驗的 就是說我第一次見到校學的時候 我有點怕他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就是 我就一直覺得 外表看來 因為開黨的人 可能是以下變變態 我不知道他哪來看電話 但是呢 但是後來就是 第一天跟他對齊之後 我就完全完全消失這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表裡不一的人 就是我們都說他的演員人設 就是一個積極的演員 就是任何時候 就是這種拍十八個小時 多累 他就是好像隨時都是Ready的同學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跟這樣的人 就很讚的人 就會有到 就很好教 因為他也很熱情 他是一個非常大方的 OK 了解 來 郭姐 那這對你來講沒有壓力 你就會 愛怎麼演 怎麼演 其實我也壓力蠻大 對 一方面是跟校圈一樣 我在戲裡也要看其他 你也是音樂人 對 也是音樂人 然後 我在音樂這一方面 其實是有一些缺陷 所以 舉例 是走音跟他還是 對音感不太好 我們在拍的時候 他要彈吉他的時候 他就一直看我的腳 因為我在打拍子 他會一直跟著我的腳 OK 你還要把他打個拍子對不對 我要練那個吉他神手的 然後我有時候會 還記和弦 然後我會忘記拍子 然後他要唱 所以我一直跟著他的節奏 所以我 但我又只能偷妞 因為我要聽著他的看 對 還有一個拔切的記憶 對 其實我 一開始的時候 我自己都有在想說 我能不能演到 十歲小孩的媽媽 對 然後 一開始他們 相信我 讓我去做一個 角色這樣子 然後我在 準備的時候 其實我跟那個小男生 來日子 交換的line 我每天都在聊line 然後他 對 他看什麼卡通 很多分的 黑暗感情 對 然後我每天都問他你在幹嘛 然後後來 他一開始都看你我 酷酷的 然後到後來 他開始就會跟我說 你在幹嘛 我要吃飯了 我要是去哪裡玩了 對 然後我們下課了 然後他就覺得 哇你真的是媽媽 是媽媽 對 郭姐 看他的 前任吧 有一天 就是我跟王靖 我們在拍戲 然後 可以講吧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以前看你的戲耶 然後我說 噢 他說我八歲的時候看你的戲 哇 因為王靖真的很勇氣 因為這一點都不意外 王靖 沒關係 我也看著馬哥 對 我們也聽著你的歌長大的 對 OK 完全真的是小時候看這個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奇妙 突然間跟邵宗哥 可以共演一部戲耶 我記得 我還記得 我跟我都在看終極 終極 對 終極系列 那時候看起來覺得 噢好帥喔 然後現在他們越往公了 這就是你第一次的故事 真的 真的是小時候看到 我現在長大在戲裡面 可以嫁給他 呦 我好像 我好像本身就很冷 對 今天你的外型有點冷 你不要搞笑 你不要說太可笑表情 對 就有說服力的 對 那會不會有壓力呢 有一個前面一個師範在這裡 我講的東西 我再去看電影版 我只是看一次而已 可能因為主要是這個電影 不是我常會看的 接觸的類型 所以我覺得在這部 性能演出也蠻好的 就可以 嘗試不一樣的 題材跟類型 對 但是還好我沒有他們那麼悲傷 我覺得你們有這條線 對 你們這條線 他是嗎 我覺得我很悲傷的 哈哈 我真的覺得很舒服 對 然後我就認識一些新的 就是 你知道其實他們很ㄎㄧㄟ 誰很ㄎㄧ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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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們哪有 他們都很ㄎㄧㄟ的 那會啦 還蠻兩人來的 是嗎 是什麼意思 誰最ㄎㄧㄟ 藍的比較ㄎ 哈哈 趙勳喔 對啊 其實蠻像在聊 我看他是很熱心 對